嗨,大家好,小美切个印 最近我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 我脸上之前的这两边都长满了红豆 都爆发了这个痘痘 那简直就是破相了 然后痛不欲生 我反噬了我这两年的护理皮肤的方法 我觉得我犯了很大的错误 所以在更年期就换了这个可怕的玫瑰座窗 大家可能少听说玫瑰座窗 但它有个可怕的名称叫九昭鼻 就是面部了皮肤发生炎症 然后在这个下巴、额头和两侠容易发红长痘 发展到最严重的状态就是九昭鼻 它不能治愈 只能说适当的治疗 以致它的复发 两年前我脸上也是长满了这个红豆 然后我去看皮肤科医生 做了抽血检查 没有查到有过敏源 皮肤科医生就给我开了抗菌的口服药 和他们诊所出的一种护肤品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是皮肤状态有所改善 其实当时医生也没有说这是玫瑰座窗 是我根据这两年来反反复复的这个皮肤的状态 我认为就是玫瑰座窗 我反噬了我这两年的护理皮肤的方法 我觉得我犯了很大的错误 在洛杉矶这么个水深火热的地方 我没有加强这个皮肤的补水和防晒 所以我的皮肤呢就反反复复就发作这个玫瑰座窗 就两边长痘 干燥 发红 发痒 那经历了这个皮肤破相之苦呢 我就在网上做了很多功课 就好好的学习怎么来护理我的皮肤 我觉得要做足这个补水防晒和保湿这三样 首先呢所有的护肤品里面 布料含有就是香料防腐剂和酒精 这些很容易加速我的皮肤干燥啊发红发痒 我试了很多护肤品然后我很开心的找到这一款 这个中文名称呢是李富全的这个修复保湿霜 真的用上之后呢你就觉得那个 没那么干燥了 红的部分呢也慢慢消失 保湿效果呢真的非常好 另外呢我就找到了这个神器啊 我觉得这是对我皮肤很有效的这个小红瓶的这个保湿精华素 那擦上去之后呢我就觉得皮肤真的很有光泽 可以减少这个皮肤发红的这个部分 另外关于补水呢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买个喷雾的补水 我好像是20年前在广州的时候用过这个雅样的这个喷雾剂 但是来洛杉矶这里几年呢就没用过 除了找对合适自己的护肤品之外呢 其实还是要求助医生 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呢要两个月之后再约 那我的家庭医生呢就给我掀开了这个口服的抗菌素 叫多吸环素 就是每天吃两次每次两颗 而且一天四颗吃了两周 有点效果 那个痘痘呢都减少了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这个药呢是治玫瑰做窗的 据说是一线的药物 它是比较有效果的 等到时候我约到了皮肤科医生 再来和大家详细聊聊 我究竟是不是玫瑰做窗 然后听听专业皮肤科医生的建议 总之啊现在我50多岁呢 又重新学习怎么来护理我的皮肤 如果大家有好的建议呢也可以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聊 G刚於是 互can 即视行 preced Gul 订阅 老笔